为深入实施 粤菜师傅工程 搭建起国际性粤菜美食文化交流平台 今天上午 我是举行2020年香飘晚家知味台山 粤菜师傅连五周主题活动 身为统战部一级巡视员蔡伟生 江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厉伟民 我是领导李慧文 谢绍谋 彭大荣等出席开幕仪式 开幕现场 丽伟民代表江门市委市政府对活动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 他表示 近年来 江门依托粤菜师傅工程 全力打造五亿桥乡美食品牌 台山作为江门面积最大的县级是 一方面宜山傍海食材丰富 另一方面 坐拥众多海外华侨华人资源 形成了独具桥乡特色的饮食文化 他希望台山通过举办活动 进一步挖掘五亿桥乡文化内涵 讲好桥乡故事 让广大五亿级 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更好地了解家乡的发展 同时 也欢迎广大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经常回家乡考察投资 一如既往地支持家乡发展 李慧文表示 本次活动开启了台山美食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是贯彻落实粤菜师傅工程的重要举措 也是搭建国际性粤菜美食文化交流平台的具体行动 通过美食的吸引力 文化的亲和力 香情的感染力 带动消费 促进就业 开拓贸易 增进友谊 链接人心 期待本次活动成为一次文化盛会 一次旅游盛会和一次合作盛会 今后我是将更加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工程 优化提升厨艺学校办学质量 加快建设桥乡特色菜研发中心 打造面向世界的粤菜师傅技能培训高地 以粤菜美食为载体 以海外中餐馆为纽带 发挥行业协会 海外同乡会 桥梁纽带作用 讲好饮食 文化故事 引发华侨华人 对香味 香愁 香情的共鸣 激发外国友人 寻味中国 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的热情 中国饭店协会常务副会长 揭秘书长陈新华 向活动的举行表示祝贺 他相信通过本次活动 台山粤菜师傅工程在全国的品牌影响力将大大提高 希望台山积极打造一村一品 一阵一夜地标美食 为乡村振兴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做出新的贡献 大会还举行了广东省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 江门市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 粤菜师傅乡村示范基地授牌活动 签订了粤港澳行业协会粤菜师傅交流合作协议 即市激工学校厨艺教学部 广东厨艺激工学校 与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烹饪学院合办厨艺大专班框架协议 并对香飘万家 织卫台山厨艺比赛获奖者进行颁奖 本台记者杨晨 刘鹏飞 乌端磊报道